生病看医生拿病假单在家里休息 对一般上班族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不过本地有一些公司和机构 从几年前开始允许员工申请病假时 不需要成交病假单 上个月官委议员郭秀卿在国会上建议政府 鼓励更多雇主免除病假单制度 雇员一年可以申请不超过三天 而且每次只能拿一天 他说这能培养雇主和员工之间的互信 也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士气 上班族怎么看 这样我们比较有弹性 精神没那么好的时候 不一定说要去看医生 反而在家里休息一下都会好 如果有那个管理那边有信任员工的话 然后员工也成熟了解这个系统 不要滥用这个系统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 对员工来讲会比较方便 有时候你可能只是想要 虽然是生病 可是也没严重到一定要去拿药 可是你只是只有你拿药你也不一定是 国国政府部门从2013年起 允许员工在申请病假时 不需要以病假单为证 但只限于两天病假 其余病假还是要出示病假单 公共服务署答复前线询问时说 有些员工身体不适 却不至于要去看医生 这个制度能够让他们安心地在家里休息 本地公司CaptionCube是一间字母公司 在三年前成立时就免除病假单制度 创办人李坤奇说 他们是基于诚信这么做 要成功实行 管理层必须贯穿理念 然后最重要就是公司的管理层需要坚持 然后需要守着这些公司的文化 还有价值观 当员工发现 其实高层不是说很坚持这些理念的时候 他们就会对这整个制度失去信心 CaptionCube的员工约十人 李坤奇说 现任制度对初创企业尤其有帮助 省略了很多繁琐的行政事宜 因为身为初创企业 我不是很多人 手可以帮我做很多事情 我会把精力专注于很重要的工作上 然后他也可以帮我节省 好像要跟人家拿病假单 把它收起来 要怎么记录它 那些所谓的事情 另一方面 也有机构因为免除病假单 而省下了医疗开支 陈独生医院从2013年起 允许一些部门的员工 每年有三天的病假 不需要交病假单 医院因此每年省下 大约13万元的员工医疗开支 不过人事领域主管叶惠联认为 这个制度比较适用于小规模的机构 人少的话就比较容易control 而且是比较容易implement 因为如果是人多的话 就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些人滥用 然后其他同事看了就觉得 这个人可以滥用 可能我自己也是可以 如果要100%去避免那些员工滥用的话 这个是不大可能了 但是如果你一旦发现有人滥用的话 可能你去跟他解释 或跟他讲一下 然后如果他真的在持续在滥用的话 而且你看到更多人 也是接着这个机会滥用的话 你可能可以考虑把这个incentive拿走了 房地产网站99.co 从2014年起就完全免除病假单 他们有大约55名员工 发言人告诉前线 他们至今发现两三起滥用的个案 当然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会担心有会很多人 就会滥用这个系统 可是从开始到现在 只是有一个很小数目的员工 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当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会去跟这个人工沟通 我们就会用这段时间 去关注一下这个员工工作的表现 还有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失去了动力 当然会滥用这些MC的制度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也许在工作上不愉快 然后工作上的文化不是很好 或者是最大的因素是因为他们很累 可能加班很累 但是没有多余的假期去休息 所以他们就会说 我真的太累了 虽然我不是很病 我很累 所以我要请假 家庭医生告诉前线 事实上他在看诊时 也发现一些病人 可能因为缺乏工作的动力 而去看医生 而如果病人说他有一些症状 医生还是会选择相信病人 我觉得当为一个医生的话 我不会去怀疑病人 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 对吗 我是要看到到底为什么会来找医生 有时候他说头痛 可是我们觉得 头痛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你家人好吗 你工作好吗 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 这个病人就会跟医生说 我可能有很多压力还是什么 但从那边我们也是可以辅导 但辅导了之后给他一个MC 也是就算是有看病 而且拿MC的原因 所以他来拿MC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不是很明显的 而且这些其他的原因 不一定是在身体的病 有时候是心理的病 叶惠连觉得 要避免信任制度被滥用 公司可以考虑采取奖励措施 如果一个员工看到 如果他没有拿病假的话 他看到另外一个同事 经常去滥用 14天也不够的话 他自己心理一定会不平衡的 所以我是建议说 如果有些公司 如果有一些员工 他真的整年 他都没有拿病假的话 你可能可以考虑 给他一个勤工奖 还是给他在花红上面的补助 这样也是很好 诚信是雇佣关系的基础 也是打造愉快工作环境的关键 信任制度可不可行 除了雇主对于员工的信任之外 也得看员工本身 对于工作的责任感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那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